一拳超人大家都非常喜欢看 一拳超人的重制版作者是村田雄界 一拳超人的原作版作者是旺 这些想必大家都了解了 无论是在重制版当中还是在原作版当中 S级第一位的英雄爆破都非常的神秘 有很多的读者对爆破又非常的感兴趣 在旺跟村田雄界另外一部的短篇漫画中 主人公可以说就是爆破的原型 在这个漫画中黑金也出现了 作为怪兽在破坏地球 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一看作为爆破原型的这部漫画 地球的怪兽 看这个封面 这个主人公是不是跟爆破简直就是一模一样 地球是一个具有丰富资源与良好居住环境 给予一身的星球 但是它的文明还处于漫长的发展阶段 在宇宙开发的方面 不过是一个像是婴儿般一样的智慧生命体 在经营着落小的星球 地球是一个如此美丽的星球 那些怪兽怎么可能置之不管呢 现在正在袭击的热火朝间中 一位长得像是鼻涕虫一样的怪兽入侵了地球 今天你们这些家伙就要完蛋了 别逃了 逃到哪里都没有用呢 正当人们疯狂逃窜的时候 在鼻涕虫的背后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人影 一名巨人就这样站在了鼻涕虫的背后 我来做你的对手 此人是一位大叔 地球现在正在被这位大叔保护着 大神大吉 今年52岁 画面来到了地下避难所 地下避难所正在播放着 大叔跟怪兽笔底虫的画面 这位大叔正是主角的父亲 大神你看 你爸正在战斗呢 这位大叔平时只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 但是只要有宇宙怪兽入侵地球的时候 就会像这样巨大化去迎击 如今怪兽袭击地球的频率非常的高 基本一个月要达到两三次 由于频率相当的高 所以地球人避难也非常的熟练 何止是这样 在各地巨大的避难所里面 巨大的荧幕上播出的是大神父亲战斗的场景 在避难所中 几乎都萦绕着观众们的大笑声 此时大叔几拳打过去 但是鼻涕虫的身上滑溜溜的根本打不中 观众嘲讽着 大叔的手好短啊 大神很是愤怒 这都快变成余性节目了 老爸你到底在干什么 怎么看都知道 那个怪兽的眼珠子是弱点吧 有着这种弱点还不赶快给我收拾掉 大叔一脚踢了过去 鼻涕虫躲避 因为鼻涕虫的背后都是粘液相当的滑 大叔一个没站稳 直接摔倒了 看到了这个画面 观众直接笑哈哈 这个怪兽还是有点东西的 大叔加油 作为大叔的儿子大神大帝更加的尴尬了 在搞什么呀老爸 被别人当成笑话了 丢死人了 观众正在讨论着 话说回来 那个家伙的弱点应该是眼睛吧 这也太明显了 我也看出来了 大叔这个时候也明白了 用力扯着鼻涕虫的眼睛 鼻涕虫显得非常的痛苦 快看呐 大叔他发现鼻涕虫的弱点了 就是这样大叔 打爆他 大叔用力一巴 腾得受不了的鼻涕虫直接投降了 大叔赢了 观众们都开始欢呼了 但是大神显得并不是特别的开心 这个时候一位小妹妹小石找到了大神 大神 叔叔赢了呢 你怎么一脸不开心的样子 怎么了 大神一句话不说 直接走开了 大神的老爸在屏幕里说着 这次大家迅速避难也辛苦了 怪人已经回去老家的星球了 已经没事了 观众们讨论着 已经结束了 这次的怪兽挺弱的 地球又恢复了和平 画面来到了课堂 大神正在上课 但是大神的国语书下面 夹杂着一本假面超人的漫画 我英雄侠 一定要打败你 看完这本漫画的大神 决心要成为英雄 在过去在地球还没有被怪兽们注意到的时候 因为战争而失去故乡的一位外星人 漂流到了地球 他适应了地球的环境文化 跟地球人结为夫妻 不久以后 两人就生下了孩子 当然这个孩子不会是个普通的孩子 他出生就继承了外星人的能力 拥有能够自由自在巨大化的能力 这个最初拥有巨大化能力的 就是大神大地的爷爷 在几年前 宇宙怪兽开始袭击地球 这只宇宙怪兽就是巨大化的黑金 黑金都要来这里混了吗 不论什么样子的武器都不起作用 人类眼看着就要跌入绝望的深渊 就在这个时候 巨大化的我的父亲 顶着他那不太灵活的身体 成功击退了怪兽 被人们称为搞笑英雄 这使得大神很不满意 大神在教室的时候 同伴同学找到了大神 嘿大神 今天你父亲的战斗我看到了 真是笑死我了 总是很慢才能察觉到弱点 不过打到最后也算是赢了 怎么说呢 有一种在看怪兽小品的感觉 充满安心感有没有 愤怒的大神直接站起来 用力拍了拍桌子 小品 你们说小品 老爸的战斗才不是给你们看的表演 请你们搞清楚 如果老爸输了 地球就要毁灭 无法巨大化的普通人类 根本不可能打败怪兽 别生气嘛大神 我知道 反正像是那种小品一样的战斗方式 也能赢 也不需要担心 你爸爸很受欢迎 也不是什么坏事 可恶 你们只是把我爸爸看成笑话吧 他可是拯救地球的英雄 你们稍微给我认真点给他加油不行吗 英雄 你说英雄 同班同学开始哈哈大笑 不好意思 你家老爸的身上完全感受不到那种气势 国民急得怎么说呢 搞笑艺人挺合适的 如果能出电视的话 我一定第一时间支持 愤怒的大神已经抑制不住自己愤怒的情感 这群家伙 看我把你们踩个稀巴烂 这个时候小石出现了 一记手刀打在了大神的头上 打醒了大神 怎么又是一副不爽的样子呢 回家了 好痛啊小石 小心我巨大话直接裁扁你 就这样小石跟大神回去了 回家的路上小石问道 英雄的儿子 你这次又是看什么不顺眼呢 你原来听到了吗 我觉得大家并不是在拿叔叔开玩笑 大神觉得小石有些无力取闹 你是不会明白的 你的生活除了吃就是睡 你没有烦恼 小石又是一记手刀 我是看传了哦 你把被大家笑着看待的叔叔 跟自己放在一块比较了是吧 以后当自己代替父亲跟怪兽战斗的时候 不想被大家嘲笑 因为你大神大帝的自尊心非常的高 所以没有办法做得像是叔叔一样 你非常憧憬英雄动画里面的英雄 跟他们的必杀技 这么一来 你看不过叔叔的作战方式也说得通 大神被小石看穿了 直接逃走了 烦死了你这个丑八怪 大神在回家的路上想着 小石他说的没错 我看不过老爸那如同装傻一般的打斗方式 只知道边看边笑大众的态度也让我非常的恼火 大神来到了家里 看到了老爸在沙发上看报纸 大神很是严肃的对老爸说 下一个怪兽 让我去战斗 老爸当然拒绝 肯定不行 你还是个孩子 我们不是约定好二十岁之前 你不可以巨大化的吗 可恶 我对老爸的战斗方式已经受够了 你那算玩什么游戏 老爸很是平静 我可是很认真的在战斗 那你还真是一点紧张感都没有 大神的老妈在一旁劝说着 很有爸爸的感觉不是吗 这不是很好吗 好个鬼呀 那可是关系着地球的命运 我很早以前就觉得非常的奇怪 老爸跟大家都太松懈了 你知道为什么怪兽从来没有停止入侵地球吗 是因为我们被怪兽小瞧了 大众也好 怪兽也好 我要让大家都明白 地球英雄整整厉害之处 老爸 我已经决定了 下次有我出吗 你不准说不 时间过得飞快 七天后 一位跳蚤怪兽出现在了地球 民众惊恐地逃跑着 大神赶到了现场 摆除了变身的驾驶 直接巨大化 出现在了跳蚤怪兽的面前 大神的老爸很是惊讶 这个小子居然趁我换衣服的时候 在地下避难所的屏幕上 显示着是大神跟怪兽战斗的画面 很多人都发现了 这不是平常的大叔 大神的同班同学 包括小师 认出了这是大神 大神毫不犹豫地直接冲向了怪兽 让你瞧瞧我特性的结果 顺杀你 重重的一拳直接把跳蚤怪兽打出了数百公里 下一秒 大神直接出现在了跳蚤的头顶 又是重重的一拳直接打飞了怪兽 大神太强了 跟他父亲比起来简直是太强了 大神两下直接打败怪兽 但是大众并没有欢呼 大众的神情很是紧张 甚至有小孩子都被吓哭了 这也有点过头了吧 此时的怪兽已经失去了意识 大神还在不断地击打着怪兽 如今的城市已经被大神跟怪兽的战斗毁坏得差不多了 大神赢了 大神看着怪兽 滚回你们的星球告诉其他怪兽 不要小看地球 你这混蛋 战斗结束以后 大神又频繁地上靴 小师看到大神以后就给大神来了一巴掌 你为什么要擅自巨大化 你就那么想要彰显自己吗 显得自己很帅气 有必要闹到那个地步吗 你到底懂什么 这个地球需要英雄都是因为老爸地球才会被那些怪兽小瞧 为了让那些侵略地球侵略到得意忘形的怪兽们知道有我这样一个威胁 就是有必要像那样彻底击败对手才行 这个时候大神的同伴同学一个橡皮丢向大神 都是你害的 城市被破坏的一塌糊涂 凡事都讲究一个度 如果是大吉先生的话 几乎不会造成什么伤害 如果还有人没有来得及逃跑 会怎么样呢 你这混蛋 小师也说了 有孩子看到那个场景都吓哭了 这就是你憧憬的英雄吗 电视的新闻正在报道着 今天早上七点 在贼市发生的宇宙怪兽与大神大吉的儿子 16岁的大地同学 激烈的战斗造成了周围房屋的大量破损 大神也看到了这个报道 建筑物被破坏 小孩子哭了 那又怎样 那群家伙到底有没有搞清楚 巨大的怪兽入侵进来了 要是没有老爹跟我在的话 人类根本没有抵挡的手段 这可是地球的危机呀 你们只能惨叫着 哭泣着 疯狂的逃跑着 你们为什么能够忘记这个现实 这也太乐观了吧 应该是这样 对于地球人来说 应该是彻底绝望的情况 但是却因为老爸的关系 大家都充满了笑容 大神仿佛明白了什么 同班同学大叫着 别再巨大话了 自我感觉良好的家伙 打败弱小的敌人 就一副装成英雄的模样 有大叔来守护地球就足够了 你知不知道我奶奶家 被你揍飞的怪兽压倒了 真是多管闲事 真差劲 倒不如说 你这个家伙才是怪兽 别再说了 到时候他一生气 直接把学校也拆了 画面来到了怪兽的星球 跳蚤怪兽被打败以后 正在向怪兽王汇报 怪兽王大人 侵略地球失败了 又输了 怎么回事 根据数据显示 地球人的军事力 还远远不够 要说唯一的悬念 就是居住在地球上 能够巨大化的宇宙人 区区一人而已 而且那也是你们这种 最低级的战斗人员 能够处理的渣子才对 跳蚤怪兽反驳着 那可不是渣子 跟数据显示的有着天壤之别 那个家伙非常的强大 他还说 不要小看地球 怪兽王笑着 对自己有多弱 避之不谈 反倒怀于数据的真实性 我怎么敢啊 怪兽王大人 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实在是强过头了 导致我单方面被狂揍 我的实力 根本就打不过他 就在这个时候 最高级的战斗人员 杰诺波正好回来了 怪兽王大人 巨兽新攻略已经完成 现在回来向您报告 干得不错 杰诺波 有个陈英雄的傻蛋 朝着我冲了过来 稍微给他们一个下马尾 把他烧成了焦炭以后 就投降了 我还没有闹够呢 还有没有现在 神器活现的星球呢 怪兽王正在考虑 最高级战斗员 杰诺波去往地球 画面来到了大神的家中 大神上学回家 看到自己的父亲趴在沙发上 根本就动不了 在一旁的妈妈解释着 爸爸给人下跪太多了 好像把腰闪到了 你今天早上 到处搞了不少破坏吧 所以爸爸他就 大帝 不用在意 我道歉了 人家就原谅了 因为这次的事件 可能会有人对你说三道四 不过过去的事情 已经不能再挽回了 也只能这样了 从今以后 你要乖乖地听我的话 在二十岁之前 不能再句大话 大神愤怒地大叫着 我可不记得 有家老爸帮我擦屁股 那群家伙根本不知道 自己的处境 是个什么情况而已 爸爸艰难地站起来 什么都不明白的人是你 大帝 爸爸抓住了大帝的一脚 大家都在害怕 大家现在只能寄希望于 流淌着外星人血液的你和我 如果输了的话 会是什么结果 大家怎么可能不去想 每天都充斥着不安 对大家来说 你是最后的希望知道吗 即使这样 你也能说出 给我躲起来害怕颤抖这种话吗 把善良地接受了 怪物般的我们的人们的家跟 街道破坏以后 你忍心说出 不许抱怨之类的话吗 你只是肤浅地认为 只要把敌人打倒就是英雄了 大神的脑中回想起那句话 那真的是你憧憬的英雄吗 爸爸的语句更加的严厉 如果你真的想要成为英雄 那就去守护和平 来到了隔天 怪兽星不断地朝着地球靠近 大神还是和往常一样上学 但是如今的大神已经被孤立了 全体无视大神 大神的桌子上还被写满了谩骂的语句 被大家讨厌了 我果然还是不能像我父亲那样 大神拿出了那本英雄侠的漫画书 我还是成为不了英雄 正当大神有些失落的时候 天空一声巨响 巨大的冲击瞬间给城市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警报瞬间响起 宇宙怪兽出现了 请大家立刻避难 大神很是惊讶 怎么回事 居然连这两天都有宇宙怪兽的出现 小时大叫着大地让大地去避难 我知道了 我已经反省过了 我不会去战斗 大神的心里想着 只要老爸出场 他总会用那斗逼的战斗方式巧妙地打败敌人 同时又能斗得大家笑哈哈 我可不想成为那样的小丑 在城市的中心出现的正是怪兽心最为强大的怪兽 杰诺波 此时大神的父亲想要出击 但是腰疼的根本动不了 幸亏大神的父亲没有去 去了 估计直接被杀了 民众疯狂地逃窜着 怎么回事 不是昨天刚刚来过了吗 有没有搞错 杰诺波疯狂地破坏着城市 怎么了 出来啊 你在的吧 英雄先生 大神已经来到了避难所 为什么老爸还不出来 难道是因为昨天的腰疼 混账 怪兽很是嘲讽 怎么了 怕了吗 不过反正到头来都要全部杀光 在地下避难所的人们看着屏幕 大吉先生呢 这跟往常比起来不太对劲 此时最强的怪兽杰诺波来到了地下避难所这里 那么 我就把这颗星球彻底翻过来找找吧 就先把这一块翻上来吧 杰诺波瞄准的地方正是地下避难所 这个时候 大神巨大化出现在了杰诺波的背后 别闹了 你就这么乖乖给我回去睡觉吧 哦 是吗 你就是地球的英雄 听说 你很强 但是避难所的人们看到大神的出现并不是欢呼 这太糟糕了 又是昨天的那个 大神不废话 一拳直接打了过去 杰诺波轻松地躲过 尾巴直接抓住了大神 轻轻一甩 大神直接被甩出了数百公里 街道瞬间被破坏 人们都看不下去了 广播在喊着 大神大地先生 虽然有些不好意思 但是还是请你尽量不要破坏街道 就像是大吉先生那样 此时的大神已经一口鲜血吐出 混蛋 这些我当然知道 杰诺波又是一拳打了过来 大神一拳过去 勉强挣脱了杰诺波的束缚 这个时候一个巨大的石块又飞了过来 直接打飞了大神 大神思考着 这一只怪兽 好强 不是开玩笑 这样下去的话 我说不定会死 紧接着 杰诺波举起了一栋大楼 大神艰难地爬起 不要破坏建筑你这个混蛋 下一秒 杰诺波把数百米的高楼 直接重重地砸在了大神的身上 杰诺波再次举起高楼 大楼就这样不断地砸着大神 大神疯狂地抵挡 怎么会这样 我也想像是老爸那样战斗 但是我什么都做不到 这样下去岂不是成为了沙包 简直比小丑更加的差劲 不对 我老爸才不是什么小丑 为了不让大家感到不安 为了不在人们生活环境中留下战斗痕迹 为了不让孩子哭泣 只要老爸在场的话 人类灭绝的危机时刻 人们也能保持笑容 是真正意义上的守护和平的英雄 而我呢 只在意外表帅不帅气 根本不认同老爸的战斗方式 真丢人 现在这副惨状又是怎么回事 真是难堪 正当大神一直消沉的时候 小石抢过了话筒 大帝站起来 你为什么不像昨天那样战斗 你知道 如果跟这个家伙认真打起来 城市会变成什么样子 是吧 大帝艰难地站起来 我没有办法跟老爸那样巧妙地去战斗 你是傻瓜吗 想想都知道这么强大的对手 大叔是不可能打得过的 已经不是思考城市被破坏的问题了 如果在这里输掉的话 地球就要灭亡了 因为大叔很弱啊 这个时候其他的同班同学也开始为大神加油 求求你 打赢他吧 你是人类最后的希望 站起来 加油啊 别认输 用尽一切办法要赢 大哥哥要加油 你是我们的英雄 大神恢复了斗志 我本来是应该保护大家的 反过来被大家鼓舞这怎么行呢 杰诺波的尾巴砸过来 但是被大神抱住 杰诺波全身都有火焰围绕 大神的手都有微微被烧伤的痕迹 大神大叫着 就这样抱着杰诺波的尾巴 像转风车一样 直接把杰诺波丢出了地球 杰诺波彻底被打败 但是城市已经没有了城市的样子 高楼已经被夷为平地 很显然 大神还是有点干过头了 避难所的民众看着大神 这果然还是怪兽啊 太强大了 此时的大神摆出了一副痴呆的样子 仿佛其余一般 真弱啊 真是赢得太轻松了 这可能是大神找到的 让大众放心的方式吧 那或再逞强吧 脸上都是血了 这个时候 大神说话了 今后很长一段时间 还是由我父亲来打败怪兽 你们就尽情地笑话 他那傻傻的战斗方式吧 这就是我父亲的力量 不过如果又出现像是 这次这么强大的家伙 那就是我出场的时候 那个时候也请笑着 看我战斗吧 一拳超人爆破原形 地球的怪兽到这里就结束了 虽然怪兽王并没有出场 但是大神也成功处理好了 人类跟自己的关系 担负其保护和平的重任 现在的大神 你认为他是真正的英雄了吗 我是亦 我们下期再见